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大家好 上海股市友谈计划三辆 今天台北股市收盘的时候上涨了14点 但是成交量只有653亿 这个盘的成交量这么少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成交量这么少的话 这表示什么 表示行情它其实不会产生 大幅度的向下反转的可能 因为绝大多数的散户 现在对行情的开度是非常的冷漠 甚至于在现阶段来讲 我认为散户进场的比例 可以说是相当的低 也就是说整个行情 即使曾经涨到了8476点 仍然没有达到所谓的会爆量反转的一个条件 因此这一波的拉回 伴随了成交量的萎缩 伴随了成交量不大 王亮认为 这是一个稳健的多头行情 在拉回之后 利用量缩还是应该要持续的做多 而且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从整个大盘长线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大盘它一直维持在一个多头的架构里面 请大家看下去 这一波大盘从6609点开始往上涨 而一路来到了8476点 那么当大盘来到8476点之后 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我们看到大盘从8476点跌到8100 拉回了376点 那么也造成很多的股票 在最近产生往下破底的一个现象 可是整体看起来 这个大盘它的一个低点 从6857到7050 到7763到7737 以及到上个礼拜的8100 整个大盘的低点 它是不断的在往上垫高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其实大盘 还是在一个上升的趋势里面 如果这个盘 它是在上升的趋势里面 而最近刚好它又跌下来的话 那很可能现在就是买点 那么如果大盘 它是在一个上升的趋势当中 那趋势一旦形成 涨势在任何一个点 都很可能被引爆开来 因此在这里我跟各位说 大盘其实它是一波又一波 再一波慢慢的涨 那么现在拉回之后 我认为接下来 大盘还是会再涨上去 那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说 经济感觉上市在衰退 没有错 经济它很可能 没有办法再回到 金融海啸之前的水准 也正因如此 我告诉各位 因为经济回不去 这个金融海啸之前的水准 所以全世界各国的政府 都格外的谨慎 都格外的小心 甚至于会拼命的推出很多的宽松的货币政策 很多的刺激经济的方案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股市呢 其实它是会涨的 而且在这个地方 因为都没有办法达到呢 经济复苏的目标 所以这些政策呢 它就会持续的推动 那就会造成什么 造成大盘指数 长期下来呢 它还是维持在一个涨势当中 这也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一个大盘的一个周K线 可是如果 我们是用自己的感觉来衡量 到底这个盘能不能做 到底股票能不能买的话 我跟各位说 那绝大多数人的感觉呢 都是不好的 对不对 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 经济没有变好啊 甚至日子变得更差 可是我们的感觉 跟行情会不会涨 那是两回事哦 在过去这一两年 我相信很多人感觉都很差 对不对 可是我请问各位 大盘它持续上涨 毕竟是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应该呢 是要尊重趋势 而且顺势来进行操作 而且现在大盘的融资余额 相当的低 但是市场的气氛呢 慢慢的开始放空的 学会放空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这种气氛它会形成的是什么 我认为会形成一个大盘的底部 所以这个盘在经过中段整理之后 或许我能讲出来很多人不相信 可是我告诉各位 它非常有可能在整理完毕之后呢 喷出大涨 那如果大盘它的方向还是向上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去掌握的 是将来什么样的股票 它有可能会涨最多 那当我们找到了未来具有成长性 未来有可能会大涨股票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这些股票它很可能现在呢 并没有涨 很可能现在呢 它还在跌 可是就算是这样 我跟各位讲 我们仍然要为了将来这一个目标呢 去努力 我们仍然呢 在这个地方针对有成长性的 有转息性的股票 要进场去做布局 王良不会因为呢 大盘或是股票 一天或两天的震荡 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我告诉各位 这个盘的趋势向上 今天就算有些股票 它现在正在跌 它现在正在破底 甚至于它今天被杀到跌停板 我告诉各位 王良依然呢 相信这是将来呢 会大涨的股票 例如像谁呢 例如像3630的新巨科 新巨科在11月13日 被杀到跌停板 62.2 当天它跌停板的时候 其实王良已经计划 要下去买了 而当时呢 王良已经发现哦 这个新巨科 第一季的EPS是负的0.58 第二季呢 是0.02 那么第三季 它已经赚了0.7了 其实你从第一季 第二季到第三季 从油亏转盈 从油亏转盈 其实已经看到 它整个公司的一个 转积性 对不对 那么既然如此 王良也跟大家讲过 接下来呢 我在11月14号开盘之后 带会员下去买 当时之所以会下去买 是因为 它10月份单月 我告诉你这很重要 单月呢 就赚了0.75 一个月赚0.75 超越了第三季 超越了1到3季的总和 可是在股票拉到 涨停板之后 其实这档股票 它是从100块以上 跌下来的 那么在跌下来的过程当中呢 有些法人 他原本买了不少 在股票跌下来之后呢 去触动了 这个法人的停损卖压 那么之前的一个 这个之前呢 这个股票在跌的时候 成交量不大 可是跌到了60几块之后 成交量开始放大了 也让这些法人 有办法 把它手上的股票给卖掉 可是这些法人在卖 跟它的基本面 有转积 开始呈现成长性 我告诉各位 有成长性 有转积 法人照样在卖 对不对 所以这导致短线上的股价呢 它持续的往下修正 11月15号跌停满 今天呢 又刷到跌停满 可是就算是这样 我仍然相信呢 未来的新巨科 它的股价呢 绝对是有机会大涨的 虽然股票跌到这里来 可是你们想想看 我仍然是在上个礼拜 试带会员下去买 对不对 我下去买了之后 如果股票在这里震荡 现阶段的拉回 它已经不是在盘头 也不是在做头了 现阶段的拉回 它其实是在打底 而股票市场 它往往呢 是在头部的时候最强 在底部的时候最弱 所以在今天我相信 一定有很多人 我告诉各位 当股票老师 看别人做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那些大跌的 破底的股票拿出来骂一骂 只要去指责别人的一些行为 然后呢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给混过去了 对不对 可是我呢不会这么做 我呢会告诉你 大盘我怎么看 我呢会告诉你 股票我是怎么看的 而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最重要的是呢 我相信将来的新巨科 它一定会涨上去 我认为它是今年第四季 最有爆发力的一档股票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这里 从营收的表现上来看 今年的4到7月 新巨科单月的营收 都在1亿上下 但是呢 8月的营收呢 来到了3.68 从1亿到3.68亿哦 9月到了5.6亿亿 10月的营收高达6.6亿 成长了513% 这个成长的513%呢 是创下了它的历史新高 营收刚刚创下历史新高 而股票呢 几乎可以说是在历史低档 对不对 再来哦 今年第一季的EPS 是负的0.58 可是第二季0.02 第三季0.75 0.7 但是呢 10月份单月就赚了多少 EPS最后就高达0.75 也一举超越前三季的获利 那么 Xbox One会在11月20号开卖 包括Wallmart 包括Target 包括GameStop 都已经呢 卖光了 预购的库存 不再接受下单 而Xbox One会强制搭配 新巨科的 Connect One的镜头出货 所以今年的第四季 会进入它的出货旺季 你们想一想 这个盘现在呢 在8000多点 今天 你想要买一档股票 先不要去管说 它今天涨还是跌 也不要去管说 你明天 能不能够赚钱 最重要的是它的未来性 最重要的是呢 你想去买一档股票 我问各位 你要买的是什么 你要不要买的是新产品 问世的 你要不要买的是营收 能够大幅增加的 你要不要买的是呢 这个产品在将来呢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想要购买的 如果是 我告诉各位 今天即使新巨科 它跌停板 我跟你说 这依然是一档 王良非常看好的股票 而且呢 我再告诉各位 中国 它解除了 长达13年的 电视游乐器的销售禁令 所以导致整体的 游戏机市场瞬间变大 因此这整个产业 其实值得高度期待 或许我呢 跟各位讲的这些 你们会觉得 大盘 成交量才600多亿 你们会觉得 大盘呢 过去一个多礼拜 跌掉了376点 感觉上呢 不能买 感觉上呢 没有量 感觉上呢 经济呢 并没有复苏 甚至还在衰退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各位 尽管如此 我依然呢 会试着去把 具有转机性 具有未来性的股票 给找出来 而且还会带会员下去买 所以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 新巨科 跌到了58块2 就算它今天跌停板 我告诉各位 王娘一张都没有卖 而且我相信 来自法人的卖压 很快的会告一段落 而且我相信呢 符合洗干净之后 配合它 则它基本面的转机 跟成长性 股价绝对有可能 破底穿头创新高 而再加上 整个游戏机市场 随着中国解禁之后 它的市场规模放大 我相信股价呢 就会有更大的一个 想象空间 下一个阶段回来 针对其他的 王娘所看好的股票 针对大家 所关心的股票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每天大鱼大肉 好想吃点想吃了 不说 比哪有一项一项一项 在你教我 到这里来台南 Let's go 小姐 你来到南桂核当 成统统固 王老师 智创股票分析系统 今年72种技术分析指标 带您台中 及时选股 做多做空 短线交易 灵活进出 无往无利 入会专线 明儿2752-5868 2752-5868 股市投资 谁可以让您 利空平传时 总是动足极先 利多出资时 总是高党获利 成统投资 谁家具有证券 及期货 双证照的投资公司 拥有最专业的分析师群 最知深的研究团队 无论您是想要投资股票或期货 将不用在股市中 断打独斗 成统投资 带领您 比别人早一步 迈向财富人生 成统投资 值得突赴 02-2752-5868 成统投资 王老师 智创股票分析系统 今年72种技术分析指标 带您台中 及时选股 做多做空 短线交易 灵活进出 无往不利 入口专线 明儿 2752-5868 2752-5868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牌清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 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 呆勇 嘴起床 家用起床 五分钟 看到这个盘的成交量 只有600多亿 王良很清楚 很多投资朋友 其实现在不想进场 也不敢进场 对不对 甚至于很多人会很在意 每天手上个股的一个涨跌 每天账户的一个盈亏 每天行情波动的每一个因素 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天大盘涨 是什么原因让今天大盘跌 可是王良要告诉各位 请你们不要去在意那些小细节 请你们想想看 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什么目标 是想要去达到的 是不是你想要赚到五成 想要赚到一倍 是不是你的心里面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获利的目标 相当大的获利的数字 而如果你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你想要赚到这个数字 应该要怎么做 是每天去在意今天的涨跟跌吗 是每天去在意账面上的一个盈亏吗 是每天去在意很多影响大盘指数 短线上波动的这些小细节吗 我相信都不是 如果你想要达到这些目标 我相信应该是 好好的去掌握一档股票的波段 好好的去把这个盘的趋势给看清楚 好好的针对一档这一波拉回 而且回得够深的 甚至于在底部的股票来进场 来进行波段操作 而一旦你这么做 我相信经过两个月 经过三个月之后 你会发现这一切都变得相当的不一样 你会发现波段操作 绝对有可能让散户投资朋友 真正从股票市场里面来赚到钱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来参加完的会员 其实我不在意这些小的细节 我也不在意大盘短线的波动 可是我能在意的是什么 是这个盘的趋势 我能在意的是 我带给会员的股票 有没有转积性 有没有成长性 因为如果大盘的趋势向上 如果我所带给会员的股票 具有转积性 具有成长性的话 我们也才有可能在将来去达到 我们心里面所追求的 那个获利的目标 所以在上一个阶段的一开始 我能告诉过各位 这个盘的趋势 从过去这两年 整个大盘的低点的变化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盘呢 它是一直维持着一个很缓慢的向上的节奏 那么如果大盘的趋势向上 而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新巨科的股价跌到这里来 跌到这里来 不是它的基本面变差 而是因为什么 而是因为最近呢 有法人停损的卖压 而在这个地方 当新巨科跌到这里 我来告诉过各位 为什么我认为它具有爆发力 因为它10月份的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 成长了5倍 因为它整个今年10月份 单月的EPS 0.75 超越前三季的获利 因为它的产品会随着Xbox One上市 而且搭配 搭配新巨科的Connect One的镜头出货 第四季要进入出货的旺季 因为中国要解除 长达13年的电视油热器的销售禁令 所以整体油热器市场会瞬间变大 产业值的高度期待 是因为这样子 我问大家 股票跌下来之后 今天或许大家看到股票在跌 看到有利空 看到其他分析同业在批评 难免会害怕 可是我跟各位说 你要选择相信什么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 你要相信你所能够依赖的基本面 你要相信的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肯进场的话 不可能在将来你有赚钱的机会 能够达到获利的目标 对不对 可是在这里我告诉各位 王良认为新巨科具有非常大的转机性 而且除了新巨科之外 你们再想一想 这是游乐器的一个市场 电视游乐器的一个市场 那么现在如果厂商争先恐后 要推出新的产品的话 代表这个产业它的一个循环 已经来到另外一个怎样 另外一个循环的开始 也就是说上一代的主机 要开始走入历史 而新一代的主机正要推出 所以在后续来讲 整个市场的量 它会越来越大 而且在配合中国开放了 它的这个电视游乐器的市场之后 我相信它会让整个产业规模 进一步的往上提升 而这些股票或许之前它比较冷门 或许之前有利空 或许之前大家比较不认识 可是不代表它们不会涨 你们再看下去 这个是超纬的一个新闻 超纬就是AMD 它也是做CPU的 那么超纬的游戏机 它的APU出货爆发 这个APU就是把这个显示卡 跟这个CPU合作的一个产品 而且Sony的PS4跟微软的Xbox One都采用 那它的游戏机的APU是同时 它的架构是同时应用在PS4跟微软的Xbox One身上 所以这个它的APU出货是爆发的 那除了这个超纬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股票 它的产品也是同时能够出在 Xbox One跟PS4的身上 我告诉你绝对有 这张股票叫做建策 对不对 王良跟各位说过 建策的均热片 同时提供给Xbox One 也提供给PS4 而且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均热片的一个 这个散热的一个厂商 你们再看下去 建策在上个礼拜五 涨到59块半 今天涨到60块4 那么这一波呢 拉回之后呢 它又开始涨了 而且长线来看的话 这个建策的股价呢 它还是在低档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是哦 建策第一季EPS0.03 第二季呢0.28 从第一季到第二季 已经成长好几倍了 对不对 再来第三季的EPS1.43元 成长了五倍 为什么第三季的EPS 会飙到1.43 会成长五倍 那绝对是跟呢 整个游戏机的出货量有关系 而它的股价不是在头部 也不是在高档 这百分之百是在底部 所以这将来有没有空间 其实大家都看得相当相当的清楚 那么除了这个新巨科跟建策之外 我现在最主要看好的股票有三档 那第三档你们应该就知道是哪一档 那一档叫宏达电 宏达电我娘代会员从130买完之后到136加码 140加码 151加码 到今天为止一张都没出 我跟各位说我是要带会员 进行波段操作的人 我不是来这里去表演说我今天有多么的厉害 我昨天有多么的神准的人 我告诉你那没重要 最重要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们会认同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们会发现我们的会员能够赚钱 今天宏达电涨到156 我们手上的单子一样全部都在赚 当初股票跌下来我还告诉过各位 他只要给我起50块我就赚5成 起100块我就知道赚1倍是不是 而他已经从130涨到157.5那么今天看到宏达电涨上去之后 其实大家也会问那TPK呢这一波不是也跌升了 他有没有机会呢我告诉你有绝对有 那我们这边放大一点大家可以注意到当初宏达电 他的股价是在突破的12日均线 12日均线突破先进行整理然后突破完娘开始带会员买 对不对所以展开了这一大段哦 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继续关注这个位置的话 来我们先放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PK TPK的股价呢其实呢现在来讲也快要突破他的12天的均线 也就是这条多空线一旦让他突破一旦站上 未来的TPK也是有机会来展开他的反弹甚至是回升的行情 所以他的一个买进的讯号我认为快要浮现了 而这位是什么这也是王娘接下来呢要去锁定了标的 只是我希望你们要记得今天这个盘在8000多点 也许很多人觉得说叠界的地方哪有什么机会 叠界的地方哪有什么国家买是不是 可是我告诉各位事在人为 只要你有企图你就会去想办法 只要你肯想办法我相信你就有办法去找到呢 赚钱的机会就好像这一波红拿电跌到了122块钱之后 当时没有人要分析王娘也不在意对不对 因为王娘告诉各位我是带货员做我们自己的股票 而接下来呢 接下来当你们看到红拿电从130块钱 王娘带货员买完了之后涨到157块创新高 到今天我股票照常到银银银银银 我一张都没有卖一张也都没有出 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也可以涨到更多 我相信这个盘的趋势其实是向上的 而这也证明了什么 这也证明了在股票市场里面 它确实是有存在的一个赚钱的机会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要打起精神 王娘不断的鼓励各位 也不断的鞭策自己 我接下来依然呢要带货员从市场买进 买进呢在长性的低档但是波段具有大幅度空间的股票 如果你能够认同王娘的想法 你愿意跟着王娘操作 我也欢迎各位在节目结束之后 能够拿起电话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最后祝大家未来做股票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拜拜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预防狂犬病 请不要接触猎捕或饰养野生动物 如果被动物咬伤或抓伤 请务必记住动物的特征 并立刻用清水冲洗 消毒伤口赶快就医 爱他就要带他去打疫苗 更不要抛弃他哦 预防狂犬病 多点警觉多点安心 相关疑问请播1922防疫专线 如果专线明儿275258682752586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宝费就不怕咯